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家骑警对总理前幕僚长 为上议员Duffy常怀违规申报款项的事件 展开调查 各位 跟着6月13日新闻的详细内容 总理哈伯今天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讲 成为至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首位在当地国会演讲的加拿大总理 当中提及欧盟和本国的贸易关系 还有全球经济以及国际安全 陈文娜报道 总理哈伯今天在英国国会偏听发表演说 是自前首相McKenzie King七十年前发表讲话之后 第二位本国总理在当地国会进行演说 可以建议